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赞助播出 特朗普表示即使没有疫苗也要复工复产 疫情冲击美国4月零售数据大奖 欢迎收看5月15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宣布 美国的新冠疫苗研发项目目标是在今年年底能够让疫苗问世 但无论疫苗能否如期投入使用 特朗普强调美国都要复工复产 特朗普15号在白宫玫瑰园表示 美国疫苗研发项目趋速行动是自二战期间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后最大规模的科研项目 有早期的数据显示 新冠病毒疫苗有望在今年年底问世 特朗普还宣布任命前美国医药公司高管斯拉韦 和陆军四星上将佩尔纳担任负责人 特朗普指出一旦疫苗准备就绪 他将会迅速动员美军来发放疫苗 并首先把投放重点放在养老院合一感染病毒的群体 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在美国之前研发出疫苗 美国也可以获得中国的疫苗 但无论疫苗何时能够投入使用 美国都必须复工 And I just want to make something clear It's very important Vaccine or no vaccine, we're back And we're starting the process And in many cases they don't have vaccines And a virus or a flu comes And you fight through it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a hundred and some odd years 1917 But you fight through it And people sometimes, I guess we don't know exactly yet 截至15号除了密歇根州 伊利诺伊州 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 全美46个州都已经至少部分开放 或者很快将会采取重新开放的措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济因疫情停摆 导致4月份零售销售数据环比大幅下跌 同时美联储也公布了4月份工业生产数据 录得一个世纪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数据显示 美国4月份因商店 餐厅 酒吧等零售行业因疫情被关闭 导致经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的数据环比大幅下降8% 是自1992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据统计4月份消费支出同比下降超过20% 其中服装店销售同比下降90% 百货 酒吧 商店 运动产品销售同比下降50% 另外非生活必需品包括家具 电器和汽车等商品销售跌幅就更大 但是网络销售则同比上升20% 超级市场的食品和饮料同比销售上升12% 专家预期经济解封以及政府补贴支票逐渐的发放到位之后 美国零售业应该会有所改观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零售业销售下降的原因 除去店铺关门 民众居家隔离之外 就是高失业率也是民众在大幅度的缩减支出 另外因疫情而关闭的部分产业 也可能会发生产业结构的转型 失业的工人可能不再有重新就业的机会 这些都对消费支出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同时美联储通过另外一份报告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由于工厂停工产业链运作被冻结 4月份工业生产环比下降11.2% 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富凰卫视 庞哲江广复 纽约报道 另外美国内华达州15号发生了里市6.5级地震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另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今天宣布 从6月1日开始 包括公立私立在内的省内幼儿园中小学重新开放 采取错开时间上课的办法 让学生重回课堂 并计划在9月开学时恢复正常课堂教育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今天宣布 该省学校从6月1日开始重新开放学校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和家长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返校上课 其中幼儿园到5年级学生上学时间是平时一半 即每周上学2到3天 6到12年级学生每天只有五分之一到校 即每周只需上课一天 同时将继续向学生提供目前的网上教学 依照公共卫生当局的环境卫生安全指引 所有士生家长必须每天评估自己身体状况 所有人进出学校必须洗手 学校内必须每天消毒清洁等 如果6月开学后安全 省府计划9月正式开学 布列甸哥伦比亚省还允许托儿机构 自行决定是否冲开 风华卫视苏惠文温哥华报道 好 广播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纽约市近日宣布成立千人病毒追踪队伍 来招募病毒追踪员 这支队伍将主要负责打破新冠病毒的传播链 当某位居民确诊为阳性后 他们将被分配给这位患者作为跟踪人员 为他们提供就诊信息 并将他们所有的密切接住者进行隔离 据纽约市政府的信息 追踪员的年薪为5.7万美元 除了正常的医保等福利外 还可以进行远程办公 无需进入办公室 目前已有7000人申请了这一岗位 535人正在霍普金斯大学 接受上岗前的培训 纽约预估将首批招聘1000人 于6月开始投入使用 纽约州的一项研究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竭 其中有1成4的患者情况严重 急性肾衰竭伤又称为急性肾衰竭 是指肾脏功能出现问题 无法正常过滤血液中的尿素等废物 影响新陈代谢 严重者可以致命 研究又发现在1000多名 要使用呼吸机的重症患者当中 出现急性肾衰竭的比率高达9成 相反在轻症患者当中 急性肾衰竭的比率大约只有2成1 这是至今针对新冠病毒损害患者肾脏的最大规模的研究 不过目前仍不能断定病毒是否会直接损害肾脏 丰恒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相细 吉林省舒兰市新冠疫情传播链备受关注 至今已造成至少29人确诊 舒兰也成为全国目前唯一一个高风险地区 吉林省委15号午夜宣布免去原舒兰市委书记李鹏飞的职务 由吉林省副市长张静辉兼任舒兰市委书记 另外吉林省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15号发布公告 进一步强化当地疫情期间的交通管理措施 根据公告吉林市城区的客运搬线旅游包车一律禁止出城 货运车辆可以正常出城 吉林市城区其他前往外地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 自费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所在单位社区开具的自我隔离证明 才可以登记出城 在吉林市城区或周边单位上班 需要经过公安检查站进出城区的通勤人员 必须持本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才可以登记出城 公安机关将针对出城车辆和人员逐车逐人登记车牌号 身份证号目的地出城市有 如果拒不服从公安机关管理 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小幅收高 投资者关注国际贸易紧张及数据结果 以及新冠疫情与重启经济的进展 特朗普当天表示 今年年底前疫苗获奖问世 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金岛开发后 三大股指全天维持震荡格局 最终小幅收涨 但是未能扭转本周美股整体下行的局面 而在今天市场投资人高度关注最新的零售销售数据 以及美国各州重启经济的最新进展 而美国在新冠肺炎治疗上面的疫苗进展 在今天也是提振了市场的情绪 同时投资人也是担忧 近期美国再次爆发疫情 可能对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压力 而在道指方面 由于近期企业财报发布比较密集 各股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那么在今天的道指方面 是金融类的各股全天领跌道指 包括美国运通 高盛 摩根大通等等 今天的跌势都是比较明显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的工业类的个股 比如说波音 陶氏杜邦 今天也都录得了比较明显的跌幅 而科技类的个股普遍表现不佳 英特尔 微软以及IBM 都是全天在道指盘中跌幅居前 而在今天道指盘中的一些大型零售企业 则是表现不错 比如说沃尔玛和一些大型的跨国的餐饮行业 比如说可口可乐公司 耐克公司今天都是涨势不错 而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电讯板块最终收盘是零涨大盘 而消费品行业板块在本周普遍是走高 并且跌势也是比较窄 那今天是整体上涨并且涨幅居前 另外其他行业板块是多数维持基本走平 或者小幅走阳 原材料板块以及一般板块的涨势也比较可观 科技板块在五盘过后是转涨作收 那么今天传统的币线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是全天领跌大盘 而原油气候价格今天是大幅收涨6.8% 黄金气候价格收涨0.9% 美元指数全天基本走平 以上就是星期五美国股市情况 方豪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由TD A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提供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洛杉矶县政府在今天的例行 记者会上公布了全线新冠疫情 最新数据 全线确诊病例上升至36,259人 累计死亡人数1,755人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 在记者会上表示 洛杉矶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新增962例 死亡人数新增47人 死者中37人年龄在65岁以上 两人年龄在41岁至65岁之间 死者中92%生前存在健康隐患 对此费雷尔强调 患有疾病或免疫力低下者 切记不可随意外出 以防备感染风险 此外费雷尔还提醒 在疫情期间的病毒检测 对所有居民开放 如有病毒测试或医疗帮助需求的民众 可致电211寻求帮助 富王卫视无可飞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少数族一媒体服务机构 Ethnic Media Service 近日再次举办了网络视频座谈会 本次邀请了专家与民众 探讨疫情期间 大众会遇到的诈骗手法 以及如何避免受骗 本次座谈会有请到了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下属的 消费者保护局的运营副总监 莫妮卡·瓦卡 为与会来宾做了主题演讲 瓦卡表示 根据数据显示 从1月到5月 联邦一共收到26,289起 诈骗案件的举报 累计损失高达3,384万美元 这表明疫情当下的诈骗活动 日益猖獗 已经严重损害了大众的利益 而这些不法人士 惯用的诈骗方式 有包括贩卖新冠病毒特效药 冒充政府部门 获取个人信息和银行账号等 瓦卡最后也呼吁 大众不可随意透露个人信息 包括各种账号 舍安号 银行信息等 民众更不可在疫情期间 出于急迫心态 轻信某些号称政府部门的 官方纾困电子邮件 更不可轻易点击邮件中的链接 而真正的政府文件或通知 只会用传统信件的方式发出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国泰银行今天举行了2020年度 国泰银行奖学金网络颁奖典礼 共有6名优秀中国学生 获得了每人6000美元的奖学金 获奖的6位学生 分别是来自南加州大学的 何英辉和魏静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兴若 李嘉怡及宋金硕 和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马之耀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领事曹前 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 国泰银行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昌明 代表国泰银行 向总领馆及评委们 对此次颁奖典礼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对获奖学生表示祝贺 国泰银行奖学金项目始于2015年 致力于资助优秀中国留学生 至今为止已向36位优秀留学生颁发奖学金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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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